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孙悟空只能与他打个平手 文殊菩萨的坐骑是一个青毛师 不仅在无极国画为道士 法国王恩子在水井里三年 在师陀岭还化身为如来舅舅大鹏的大哥 很显牛逼 而观音的坐骑呢 名字叫金毛口 他把诸子国的老婆金圣公娘娘略到洞里玩了三年 但讨厌的紫阳真人 送了金圣公娘娘一件真操衣 他连身都挨不了 他脖子上还挂了一串领挡 只要一把塞子扯掉 就要发射炮弹 炮弹里还要出来神人 观音说 孙悟空如果不耍手段给他偷跑 十个猴子也不可能战胜他 但是 在八十六版西游记中 这金毛口是一个狗的造型 而且一点不牛逼 甚至还想窝囊 作为取经工程的总负责人观金 其一 是窝囊的狗 的确有些示范们 金毛口真是一只狗嘛 其实大家完全理解错了 他在神话界可是大大的有名 非常牛叉 连神仙们都怕他 在神话传说中口像犬 凶猛异常 吃人 并常常与龙争斗 有着能与神教阵的恐怖力量 有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道术 还有一种说法 金毛口是僵尸中唯一修到金毛口 僵尸是死后尸体不服 血肉缩至骨内 开始有条鸡 肩上有白毛 五百年后白毛变黑 又五百年 黑毛变黄有朔变狐 再过五百年 修成金毛 当修到一零零零年时 有天雷锦 几乎所有的僵尸都灰飞烟灭 唯独修到金毛遭天雷而不灭 则是金毛口 大家说 这金毛口厉不厉害 不亚于玉帝修炼 一千七百五十节而成大神 据说金毛口浑身金毛 唯独脖子处有些许白毛 是吉兆门连门所在 只要攻击此处就能制服他 但是到了清朝之后 金毛口又变成了龙王的儿子 清代东宣主人在数一只中手 他是龙王的儿子灯笼 有守望习惯 对天咆哮 所以叫吼 俗称望天吼 朝天吼 华表筑顶之灯笼 吉朝天吼 对天咆哮 被视为上传天意 下达民情 观音菩萨奇朝天吼 证明他很神通广大 其实 不管哪种传说 都证明这金毛口不是等闲之辈 其实大家想想也就明白了 观音是何等大神 他手下的司机能差吗